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全名叫自人秧吉 然后大名叫秧吉 小名叫秧吉马 今天在拉萨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酒吧里面是 朋友开的酒吧 然后 有一个朋友带他过去 我们即兴玩了一点 我当时就留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估计很多人都是这样 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拔的抓了一下 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表演 然后我不懂唱歌 我到现在也不懂怎么唱歌 但是我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我们的老师 生涯老师什么的也有 大学表演师也有生涯老师 生涯课 但是他们就不愿意教我 就是那个什么方法 技术上的 他们就把我赶出去说 你不要听课 就这样 他们很爱我 爱护我 所以我才到现在可以保留我自己的 用感觉 自己的感觉去唱歌 而不是说用 多技巧 这样 我从小的话是 接触音乐的话 我们那儿老人的诵经声 然后还有那个寺庙里面的那个 金刚舞 就是我耳朵里面听到的第一个音乐 金刚舞的那个音乐 还有 尼姑啊 和尚啊 南妈呀 老人们念的那个诵经声 在我耳朵里面是我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 西藏的就是一个标志感觉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印记 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我主要是我也是信藏场佛教嘛 从小妈妈肚子里面的就已经是那个佛教腿 嗯 他给我的 也是在学里面的 学业里面的 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忘了 但是他不可以把我忘了 但是他不可以把我忘了 就是谁来的 我是不 我这次也有 就有 三千 六百 一 中 一 那么一个世界里面 有的时候我还是 一静下来以后 那个东西自然而然 它就出来了 其实他的喜好也挺多元的 我认为 不过他自己还 其实就是一个编曲 编曲配器上的 这种风格上的 不一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自己的实应能力很强 我们民族就是 基本上保留下来的这些老歌 到现在为止 我奶奶会唱 就是我们跟着 我姨妈也是搞音乐的 也是我们那边群语馆的 我姨妈先跟着我奶奶学 然后完了我跟我姨妈学 然后也跟我奶奶学这样 有一个特色是什么 无论是悲伤的歌 还是开心的歌 同样都是一个表情 就是没有表情 就是那样的 回到音乐上的话 我自己的初衷给所有的 我每次演出的标题就是 娑婆迎探 人生其实是很短暂 这个很苦的 很多其实很多的佛菩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宇宙的心计的一些朋友 或者他们看着 在眼里看着 其实是很 肯定是很 很难受 很难受就是哎呀很无奈 所以我希望我以后的音乐也是跟任何的就是对外的这个受众的吃 就是随缘聆听 随缘 一切都随缘聆听就这样 就是有一天感觉如果对了的话 听到我们的歌听到我自己做的一些歌的话 他们能够得到一些平静或者是突然觉得很安宁 从来没有这么得到过这种安静或者是安慰的话 我就是感谢感恩佛菩萨加持就是一个 大家好 我们是大王杠 我叫宋宇哲 我是杨吉玛 你们现在收看的是 Mogo 是杨吉玛